Hello 大家好 上次跟大家介绍了Google Classroom的一些基本设置 今天就会教他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如何新增和批改学生的功课 我们首先会讲了如何新增学生的功课 我们去到Classroom 这里 其实会看到一本叫Classwork 而这里会有一个Create 那你出的所有功课都在这里去Create 那我们首先的例子 我们会先制作材料 那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因为有时候有些功课 其实是一些参考资料 学生是不需要真的去做一些动作去交给你 可能他只需要看 那下面这里有个App 你可以去Google Drive 去选择你要给些什么功课 那譬如我要选择这个实用文的参考资料 那我可以选择一个PDF 或者你是给一个网站 甚至是一些YouTube的影片 都可以在这里去选择 那当你填写了这些资料之后 最重要你要去到右手边 就是写一个题 那因为题目来说 是会方便到你和学生去找回 一些相关的功课 譬如这个是叫做单元一 那我做好这些设定之后 可以去右上角 可以直接按一个post 就可以出出这个功课 但是你也可以按这个箭嘴 去设定一些特定的时间 或者是你未完成 可以把它save做一个草稿 那现在我选择把它直接 发布了 当你发布了之后呢 你会发觉这里会多了个单元一 就是刚才我们的题目 那它下面呢 就会有这一份的参考的资料 除了参考资料之外 如果你想出一些功课 是可以看到学生交了没有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这个叫做assignment的一些功课 那譬如我现在要做一个便条写作 那希望学生去填写的 去做交个作文 那我可以在下面呢 准备了一个Google Drive的工作址 那我在这里选择 那你会看到呢 跟刚才不同了 这里会多了个选项 是给你选择学生的权衡是做些什么的 那第一就是很容易理解 它只可以看的 它做不到一个更改的 那第二个呢 是学生可以 edit 这个画面 但是意思呢 是全班 那班有三十个同学 三十个同学 是改同一份的文件 所以比较适合做一些小组的一些功课 那今次这个呢 是一个写作 那希望每个同学 可以独立自己写一份 那我们就会选择最后的这个 make a copy for each student 那你选择这个选择 那你选择这个选择呢 它就会每一个学生 都会有一个 我剩下 copy 就可以自己改的 那旁边这里 因为是可以批改的功课 你会看到多了呢 可能要选择一个总分 到底这份功课呢 是要几时交 那譬如我选择下个星期 你选择一个选择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题 那你会看到 现在这里多了一个单元2 那这份任何功课呢 打开就会看到的了 那你会看到 这里多了两个数字 那分别一个呢 就是turn in 的数目 那一个就是你 设定了给多少学生 那我们这里 暂时都有一位 所以你看到是1 它还没做的 还没交的 所以就会是0 这些功课呢 其实就是非常之简单的 那刚才介绍了两个 都是比较主要会用到的 一个就是参考资料 一个就是 一些会批改的功课 那虽然很简单 不过呢 都有一些东西需要注意的 就是刚才我出功课的时候 给一些附件的学生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是用哪一个的 方式的呢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google draft里面 那其实你会看到呢 我这里也有两个档案 是变条题目 但是两个的分别呢 一个就是叫做DOCX 一个就是没有的 而且它们的icon 都会有些分别 其实这个呢 写着W的 变条题目呢 它是一个work档来的 就是microsoft work档 而上面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google的方式 那我刚才在classroom里面 其实就是选了这个google的方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个DOCX的方式呢 原因就是呢 学生双击打开了之后 你会看到呢 会像个pdf 其实呢 它是改不了东西的 所以你是要把它变成一个google的档案 才可以的 那要做这个非常简单 你只要把它open with google docs 然后呢 我们再在files这个位置 你会找到一个呢 叫做save as google docs的键 那你当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 它就会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这个呢 就会是一个真正的google docs 那你怎么分辨到 到底这个是真正google docs的方式呢 还是一个work呢 其实很简单的呢 如果是一个docx的方式呢 你会看到它这里开了呢 都会有一个docdocx的 icon在这里的 如果是一个google方式呢 其实就会没有的了 那如果在google drive 而说呢 就会更加容易分辨到 因为一个是w字 一个呢 就是打横的icon 那要说到出功课呢 一定不少得google form 这个懂得自动批改的一些功能 现在这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课诗啦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呢 加一个video啦 那些学生看完呢 就可以再回答下面的题目啦 那你见到这个例子呢 其实它左手边的题目呢 右手边这里呢 其实是有个分数的 那学生呢 他填完之后呢 他就会懂得自动批改的 那我们去回google form的一个 设计的方式啦 那你见到这里呢 其实旁边有个menu 就是呢 可以给你add video 那就可以加一些video 在youtube等等的地方 那我可以放上去的 那下面呢 就可以打回一些 你想学生提交的一些题目啦 包括呢 我会叫它特别的名字啦 那这个呢 就会用一个short answer的形式 那下面这里呢 就可以是一些问题啦 那旁边这里 要选一些题型啦 Google form 其实会有很多题型的 如果我想去自动批改呢 主要都会是multiple choice checkboxes 又或者是这些fill in the blanks 的一些short answer 那你见到呢 我这里设计了几个题目啦 那其实每一条呢 下面都会有一个位置 叫做answer key 是给你去选择一些正确的答案 以及去设计每一条 几个分的 那这个怎么可以做出来呢 那首先呢 我们要上去这个setting键 crisis 跟着呢 去这个make this a quiz的功能 打开了它 那你才会见到这个answer key的功能 如果你不开的话呢 这个answer key的功能呢 它就会自己打出来的 那当你设置好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classroom 这里啦 跟刚才一样 create一个新的assignment 那今次因为是一个小册 那我带回双形的题目 那下面这个位置呢 选回我们刚才设置了的google form 就可以了 那你发觉呢 加了之后呢 跟刚才又有点点不同了 今次你是不需要选择 学生的一些权限的 因为google form呢 又没有权限可以选择 学生一打开 就会填寫它里面的一些题目了 不过很重要呢 你其实呢 他自带都会开了一个预设功能 叫做grade importing 因为他可以自己计分 那当你开了这个功能呢 就可以直接把这些分 倒入classroom 不需要自己去填寫那个分数的啦 那旁边一样呢 我们可以写一些Due Days 和一些单元的 好了 那今次我们就可以 跟刚才一样啦 你会看到这里 都是有两个数字 那现在我们暂时 都没有学生再答的 那我们一会看看 学生答完之后 会看到些什么 好 好了 这麽快呢 学生就做了功课 那我们就看看 到底怎样批改学生的课程 那首先我们回到classwork 这里 那你见到呢 我们刚才有两份功课 一份就是便条 一份就是课诗小册 那我们先看课诗小册 因为比较简单 而现在做完的 交组的功课 你见到turn in 就会有个一字 那我们只要按进去 就会看到哪个学生交组了 那如果我们想看同学生答了些什么答案 那我们就可以按进这张 form 里面 接着我们在右下角这一支笔 去Google form的设定方式 先 然后呢 你会见到response 这里多了个日子 因为有一位同学已经答了 那这里会有个summary 说给你听 学生到底答了些什么答案 如果你想看每一个学生自己的成绩 我们就可以按 individual 那你会见到学生的email 然后在搜索下面 就会见到他们的答案 到底是适合还是错 有多少分等等的资讯 如果我们想一次过看完 全班学生答了些什么 就可以按上面这个绿色 去创建新的Google sheets 它里面就会盛在了所有学生 答过这一张form的所有答案 好了 好了 看了学生答成点之后 我们要给他分 在Google form 已经内设了一个 叫做import grace的功能 那你不需要逐个分放进去 你按了这个按钮 它就会把你Google form的分 自动躲进去Google flashroom 你看到已经15分15了 如果我们已经给了分 那我们就可以按这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一次过 将这些功课还给学生 按Return 那完成了 你会发觉这个grade 的数字 就会变成了1 好了 那除了Google form之外 我们还有一份功课 就是这个变条题目 和刚才一样 只要按到这个1字里面 就可以按不到学生的作品 那我们一按进去这一份Google docs 它就会打开了那份功课 那和刚才会有点不同的 和平时Google docs 只得这个内容 我们右边会多了一个批改的界面 那中间这个按钮 其实就是给你可以立刻 写回学生的分数 在这里 而下面也可以给他一些留言 那你看到呢 学生的 这个是他变条的写作 那很明显 变条是需要写日期的 但是他呢 就是没有写到的 那所以我这里就提醒他了 那你不需要担心我帮他打完之后 好像是帮他做功课 因为你看到我所打的字呢 其实变了绿色 旁边这里 都会有一个comment box 去提醒学生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用着 叫做一个suggesting mode 是一个批改的模式来的 那又例如 这个位置 我觉得他其实写得不够 要再写多些东西 那我可以highlight了 用一个comment的形式 叫他提供一些联络的方法 这样的 然后再按comment 这里就会多了个comment box 那我改完之后 就可以在旁边 给个分数学生 那要怎样才可以 派到保证给学生呢 有两个方法的 第一呢 可以直接按这个return 而这个呢 是每一份功课 就是每个学生 你逐份 派给他们 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是一次过 想 过完全班同学的功课 才派的嘛 所以我们就要去 classroom那里 那我一次过 全班都可以 全班同学的作品 然后按return 就可以一次过 发话给 譬如30位同学 好了 那我们呢 终于改完这些功课 我们有一版 叫做grays 当所有保力改了 亦都派给学生的时候 其实这里 是会展示给你们 看他们的成绩 如何的 那会有一个average 和每个学生的成绩 都会在这里 可以看到的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说了 怎样可以分享一些 参考资料 给学生 可以说了 怎样可以 发放一些要批改的功课 以及教了大家 怎样去改 学生的assignment 那下一次呢 我们会继续拍一些影片 和大家说一下 怎样在classroom那里 可以和学生 做到一些互动 做到一些沟通 这样的 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